好 选举前确实很多讯息 那当然这个东西 所谓的赖清德 有所谓的这个私生子的部分 事实上在过去 董燕台就已经讲过 当时当然这个赖清德是没有告 他相信选民的智慧 那这一次呢是告了 他告了这个谢龙介等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 也笑笑地讲嘛 四两拨千金 他寄出一百万奖金 把孩子带来 我马上验DNA 讲了这个质地有声 看起来这个 当然这个绿营旁边 大家都在笑 感觉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因为很多的细节 这个14分钟决策曝光 应该在这里 现在是重复贴了 好来 这个主要是这个星岛头条 他引述了一位这个网民 叫申猴 他在X就是过去的 推特上面的一大篇 因为里面的前行提要 昨天如果大家没有跟上的话 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辣晚报 那个点击率超级高 你才会跟上这个讯息 好 他的这个内容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没有经过证实 他的那个内容 就是说赖清德 是一个私生子 私生子的名字有 然后这个身份证字号也有 那为了担心 这个原配不同意 所以就交给亲戚来抚养 那所谓的亲戚的夫妇的 身份证字号也有 然后有名字 然后有住址 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节等等 那还有所以他跟这个所谓的 所以他跟这个所谓的私生子 用这个熟职相称 名字也有 还有些细节说住在赖清德 贴母的房子 这个房子当初是王世间介绍购买 市价超过了四千万 算是豪宅等级 所以赖清德呢 因为很怕闹事 每年花五百万去处理 他的生活所需 但长期被寄养 疏于管教 所以据说呢 跟党内人士组 什么机车队啊 牵读啊 常常跟赖清德要钱 所以赖清德就发现 这孩子很难管教 那就安排在赖清德之友会任职 那他不满足 不但要钱 而且要位置 为了安抚他 避免在选前出差错 所以就决定把天母的房子 要送给他 我再次强调 虽然这个这篇里面 这个网名里面 写的极细 而且最重要是因为 有身份证字号 然后有地址 所以就是特别的吸眼球 但是并没有经过证实 那在很早很早之前 其实这个董念台提出来 那时候赖清德是没有告 这次赖清德告了 他告了这个谢龙介 那谢龙介怎么说呢 他说既然决定提告 那大家法院说了 提醒赖清德 只包不住火 自己要小心 所以韩濱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当然这个网路上这个爆料 如果有看到的话 会发觉他写得非常强 一件身份证字号 他曾经去哪里面书 然后每个月花多少钱 一年要花赖清德500万 什么这些东西 都讲的巨细迷移 那甚至他跟赵介佑 跟谢维州都是好朋友 这些东西都讲 那老实说如果真的 掌握到如此 就是细密的这个细节的话 那这个人应该非常非常了解 这个人 对因为韩濱 我看到身份证字号等等 还有这个细节之后 我就想说 应该第二天他的照片 就会出来了吧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但好像没有 没有啊 完全没有 都是有文字叙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蛮奇怪的现象 对蛮奇怪的 对如果 那个身份证字号是真的的话 其实基本上 你丢给甄信社 甄信社直接可以查出来 那照片一看像不像 对 那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以邱毅与邱委员 他过去爆料的 这个功力的话 他现在手上应该满满的资料 那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爆了好几个礼拜 为什么后面都没有 持续就在那边打转 没有更进一步的东西出来 你再两天就投票了 对啊 你说如果是真的想要直接爆出来的话 会不会太慢 因为没有时间在发酵了 所以他这样操作的意义到底为何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当然赖心德现在就说 那不然来验DNA啊 那问题验DNA你要有人可以验啊 那邱毅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把人藏起来 我怎么跟你验DNA 没有办法验啊 反正邱毅的意思就是说 他甚至好像找了一些黑社会的 把他看守起来 就是不让外界能够跟他接触 至少在选前没办法接触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说真的 就算是真的 一般人大概也很难找到证据 所以我觉得 看起来至少在投票之前 大概不会有进一步的东西出来 那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呢 我是不知道龙界先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啊 就是好像龙界先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那这个到底是虚张声势 还是他真的手上有把握 那如果真的手上有把握 为什么不公布 这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蛮匪夷所思啊 包括间隔 其实可以去问他 因为那个房子是间隔 去帮他看的啊 对 所以因为这个事件 牵涉到太多人 而且这些人很多 都是目前都还健在 而且有一些甚至还在荧光 目前出现的人 如果真的要去探寻一些细节的话 应该不是这么困难 对我也是觉得 就是我跟韩编的想法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里面呢 他有时间 有姓名 有身份证字号 有地址 有中间的关系人 还有金额 对 所以通常 通常以新闻来讲 你会觉得 他的可信度好像提高了一些 但是到今天照理来讲 按照这个节奏 马上要投票了 他应该有更近 比方照片啊 就应该出来啦 当事人是不是养父养母 就应该出来喊冤啊 等等之类的 但也都没有 所以透露一些古怪 但无论如何 现在因为进入了司法程序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这并没有证实是真的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有这一篇 而且他非常的细节 引发了高度关注 导师这个 我让寒冰一起来讲啊 就是 卫星 飞弹 救了罗智正 是不是啊 这罗智正 二十部片呢 本来七部 现在二十部 我以为今天会三十部 然后就没了 那个卫星来了就没了 卫星带走了 罗智正的片子 是不是 当然大家也没有很想看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高清迷片 这个身上有颗痣嘛 所以大家现在就要厌痣 赖清德 开玩笑 滴血 滴血厌清 然后这个是厌痣来决定 这个到底是不是他 是不是 那特别是第一个刊登的 这个曲美凤 当然他也承受了一些压力 他过去是我的同事了 那他在新闻操作上 也有些专业的经验 他说这个影片是真的 那然后连三诈 跑到了这个赖清德 靖总今天去 然后据说他 因为他英文不错 他想跟国际媒体 讲这件事情 结果最后被拖走 被带走 所以今天的动作很大 他说是赖清德 还是赖清德 是清清带过的清 还是清清如水的清 希望你要把我有些时间 做对的事 树立台湾的一些标杆 当然因为曲美凤 过去是光碟事件的 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相信 他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 是自有他的分寸 那曲美凤 在我接受了 我们的这个访问 今天他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他到底如何拿到了 这个谜片 如何 他昨天有跟我们讲 他如何判断是真谓 已经拿到了谜片之后 他有没有受到 来自各方的压力呢 来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好的 首先呢 我们跟大家来这个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当初呢 以媒体的这个方式 如何呢 来取得这样的一个内容 跟这个资料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的新闻部的 南部新闻中心的特派员呢 在了解的所有的线索之后呢 来进行一个细部的这个厘清 而且呢 针对这个罗兹政的这个特征 他的这个声音 他的形象 他的整个的这个状况呢 进行非常仔细的这个了解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算是讲义气了 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想说 要给告知的对方呢 一些这个应变 或者是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解释 媒体就是要保护当事人 也要保护我们的线索来源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最初的这个线索呢 就是从我们南部新闻中心的 这个特派员 我们的南部中心的这个主任呢 他的一个讯息掌握来得知 所以你说 这个有没有受到这个施压 说没有真的是不可能 这是实在话 难免都会有各个单位 各个方方面面 不同的压力 那遇到这样的压力 我们如何应变呢 其实首先呢 我们就是先解释 我们真的就是 接到这样的讯息 有这样的一个 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呢 这个视而不见 真正的真相 说实在当事人才知道 而当事人如果 他自己不面对的话呢 那也只有相关的单位 来进行查查 在最关键的时候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官场现行计 是政治人物的真相的这个摊开跟揭露 所以如果我们选错的话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晚叹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执政党要赶快公布 如果执政党不公布真相 才是戒选 好 秦美丰规矩是这个 光碟事件的受害者 所以在昨天 包括今天他解释了 这个片子哪里来 他们的南部中心的特派拿到 那当然这个 我相信在他的这个专业 在他的公司里面会有很多 像我们公司也是一样 有很多影像的专家 我们的摄影记者 各个都是影像专家 他们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判读 从各式各样 从这个画面放大来看 从这个声音的对接来看 认为真实性极高 所以丢出来 那也接到了一些压力 所以韩兵你怎么看呢 这个区美丰动作很大 他昨天去罗智政的竞选总部 今天去赖清德的竞选总部 然后他想跟外媒讲 结果被带走 但是没想到 一颗卫星就救了罗智政 卫星可能让这个话题 没有继续烧得很旺 这是真的 可是有救到罗智政吗 我不认为 因为我说真的 到现在这件事情 因为罗智政到现在是不承认的 那调查局也不愿意公布 最后的鉴定结果 可是我相信 每一个人心里 相信的人就相信 不相信的人就不相信 那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我相信啊 你相信 我当然相信 我觉得每一片都是真的吗 因为我认为应该都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不只一颗字 不只一颗字 网友去比对他全身上下的字 网友怎么知道他身上有哪些字 就是他们把他身上 所有的字全部都列出来 你知道有的吗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因为你去网路上看 有人把每个戏部全部把它放大 然后一个一个去看 可以到刑事警察局上班 海滴你可以私下丢给我吧 所以有张人体图上面 有那个字的那个位置图 因为你要知道 他这个片子不像一般会丢出这种片 大概都是几十秒 就是闪过几个镜头就算了 他不是 他有的是十九二十分钟 你知道林涛就是说看到都黑眼圈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平常我们那些抓那些盗版情色光碟那些警察有多辛苦 他们每个月都要看上千片 你知道那有多痛苦 所以看那种不见得是好玩的事情 那我必须讲 就是现在调查局的这种态度 基本上等于已经认定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因为如果不是 如果他是卫照掉下去早就跟你讲 这个就是卫照了 对啊 对啊 而且如果真的是戒选身卫 罗志正就站出来讲你公开啊 是啊 还我清白啊都没有 因为他现在就推到说当事人不愿意公开 那当事人不就罗志正吗 那如果这是假的根本没有当事人 对啊 如果他是身卫哪来的当事人 就直接公布了 而且按照他们之前的规定 就是只要发现是卫照立刻公布 结果他们现在违反自己的规定不公布 就是帮罗志正留个面子嘛 他现在的借口就是第一个当事人没有同意 第二个就是不要影响到选情 我说真的 如果是deep fact怎么会影响到选情 对但韩兵你想想看 前面七支影片后面二十支 是 然后现在好像还不只是两位女性嘛 对 其实就越来越多 所以罗志正这个人是 我那天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 罗志正在这一年之内 手机送修了三次 没怪 所以可能是从这个管道流出来的 那当然罗志正到现在是死都不认 我至少在1月13号之前他不能认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影片对他伤害恐怕还没那么大 因为影片毕竟这是失德的东西 只要对方 因为看起来那个 跟他一起合拍那些女的大部分是同意的 所以双方 而且太太又是连续几天笑着出来 是他太太如果也不在乎 那一般人也没有智慧的余地 因为这是人家的 人家自己高兴 还是有人设崩坏的感觉了 但是问题他人设本来就是摩铁罗 他的外号就叫摩铁罗 所以也就刚刚好而已 所以台湾有这种片子有人会觉得很讶异吗 对其实还好 我认为对罗志正杀伤力最大并不是这个影片 而是那41分钟录音的 小鹰的 那才是真正问题大了 好大的胆子敢录蔡英文 因为那个东西我认为造假的可能性更低 为什么没有哪个250想要造假的人会去弄41分钟 他疯了 而且东扯西扯干嘛 扯到什么妙宫啊 石定啊 要扯出这些东西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要对台湾的生态非常了解 对他们每一个人的习性要非常了解 你才能够做出这样长达41分钟的东西 那我再问你 你觉得他有录过赖清德吗 他有录过陈建仁吗 他有录过苏贞昌吗 我跟他讲 如果他连蔡英文都敢录 我觉得任何人他都敢录 任何人 对啊 而且我一直在想 难怪录音都没有人声援他 每个人都在想 我自己是不是也被他录了 你去看罗志正的脸书非常特别 他到今天为止 他虽然发表声明 然后至亲 然后一直强调这是中共戒血 可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民进党拦勾勾去帮他按赞 为什么 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惹到老板啊 对嘛 谁敢碰你啊 现在谁碰你谁倒霉 而且大家都会在讲 我自己跟他讲过话 我也没被录音 搞不好大家人人自为啊 现在都在担心啊 所以现在我们在等为什么 因为调查局说 这个48小时之内就可以查出来 比对出来 那个声闻到底是正确还是假 明天就是48小时最后期限 那我们就看调查局 是不是能够如约 把鉴定结果公布 不会 他会说需要被害者同意 是 我相信大概就是这样 那被害者是总统 所以总统不会同意 对啊 但是所以拜托 调查局同仁要守住 好不好 守住 我觉得这个人生 人总是有最后一次的底线 要守住 就像我们的军人 到底是国军还是党军呢 还是绿军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